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是說,用黑白兩種顏色的正六邊形地磚 依照如下的規則拼成若干圖形 因為太難畫了,所以我就懶得畫 第一個圖是這個 中間有一個黑色的六邊形 旁邊有六個白色的六邊形 這是第一個圖 第二個圖的話 再把虛線的部分加上去 第三個圖中間有一個黑色的 旁邊的話 再把一個白色的加上去 一個黑色的正六邊形 它周圍有六個白色的正六邊形 那這樣子的話 他說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再加上去 這樣子 他問說 第六個圖 的圖案白色第一磚有多少塊 好,那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看這個白色的地磚 第一個圖是這個圖 它白色的地磚的話 有這周圍的六個 也就是說 白色的 它會乘一個等差數量 第一項 A1 它是等於多少 等於有六個 那A2的話 再加多少 一二三四 那這兩個是重複的 也就是說 它公差是等於多少 公差的話 加一二三四 公差是四 那現在第六個圖 那第六個圖的話 就是多少 就是A1 加上N-D 6-D D的話是四 那是五 那A1是六 六加多少 五四二十 有二十六個 有二十六個白色的地磚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V 有二十六個